2019年1月6日,今年首场日片师天象正在上演,爱好天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。 日片师,和月片师同理,当月球运行到地球与太阳之间的时候,位于月球在地球上投影去的人们,可以看到太阳逐渐被月球所遮挡,产生一个太阳被月球吞噬的错觉,也就是所谓的天狗咬日。 2019年1月6日凌晨,日片师即刻上演,专家表示,中国中东部地区的人,可以看到天狗咬日的天象奇观。 此外,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,还可见到待时日出,这次的片师在亚洲东北部,太平洋西北部,阿拉斯加西南部可以看到。 中国出新疆,西藏,云南,各洋,广西,广东,海南的部分地区,可以看到,大概在七十三十四分开始,只十一是四十九分钟值,历经四小时有十五分钟。 在这里专家提示,看太阳不同于看月亮,看日边时时,也就是太阳未被月球完全遮住时,要戴上专门观测太阳的眼镜。 日常的太阳镜过墨镜,只用于观测日光下的四周景色,绝不能用于直接看太阳。 另外,也不能使用不合格的太阳观测镜和绿光片,因为这些不合格产品,无法导住紫外线,在长长两个小时的太阳圆缺变换观赏时,同样会严重伤害眼睛。 由于是网膜没有神经,不当观测造成的永久视觉损害,有可能在数小时后才会被发现。 其实日偏是并不少见,我们知道,硕的周期约了29.53。 天当月球照地球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,几乎与太阳同起同落时,从地球上见不到月球,这时成为硕,但不代表这个周期就会发生日时, 因为月球照地球日行的轨道平面,和地球照太阳日行的轨道,平面不完全重合,两者存在一定角度。 所以只有当硕时太阳里两个轨道平面的焦点,在某一角度以内时才会发生日时,不过这个周期对我们来说,就是常见的天文现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